清晨都是急性心梗、脑梗的多发时刻 据调查,70%至80%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都是在早晨6至10点 醒来第一件事是不是穿衣服喝水 临床观察发现,清晨是关心病突发心肌梗死、高血压等突发中风的多发时刻 其中,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睡醒的一刹那 如果一睡醒就匆匆起床穿衣服 身体从长时间的休息状态突然改变体位进入到活动状态 人体交感神经系统被迅速激活 老年人调节能力差,一发生体位高血压 再者,经过一晚上的人体处于静止状态 血衣粘稠度增高,血管阻塞发生几率大 也有可能会加剧宫血不足 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按中医来说,刚刚醒来的时候 是阴气和阳气转化的关键时刻 所以说,心脏功能牵匣有关心病 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 高血脂的人,简单一些 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都要注意 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不是马上起床穿衣服 第一,花10分钟唤醒身体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 王泽民在早上醒来后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这套方法是有确确实实的理论依据和效果真实的 大家都可以跟着来坐坐 推付2分钟,舒肝理器,开胃健脾 王泽民说,他自己醒来的第一件事也不是起床 而是推付 因为推付的过程中 胃经、脾经、胆经等经络区域的血胃都可以按摩到 所以经常推付可以达到舒肝理器 开胃健脾,补生养心的效果 王泽民还介绍说 我奶奶生前因为胃痛,常用此方法保健 后来不知不觉胃痛的毛病症好了 她发现每天推付还可以促进睡眠 所以一直坚持着 有时候每晚还推付20-30分钟 99岁才去世 做法 双手平起放在胸口 手掌朝下 指尖对着指尖慢慢地稍稍用力往下推至肚脐 提言以下 循环着推上20次 按学5分钟 逆藏情志 继顺神明 明代真九学家高五边的百正副理说 建理 内观 扫尽胸中之苦闷 意思是说刺激建理 内观两个学位 能 够还解胸中苦闷 一扫而尽 王泽民说 前几天和一位103岁的老人聊天时 他说每天早上醒来后 先会把全身的学位按摩30分钟再起床 这个方法老年人还可以做到 像年轻人还要上班 花三四分钟按揉一下足三里 三阴交 曲池 和谷 内观等学位就可以了 中意认为 冬季养生也要将情志逆藏起来 不可以像春天一样精神外露 而是应该始终处于一种收敛的状态 所以每天坚持按内观学 整个冬天都会感觉去顺神明 做法 去足三里 三阴交 曲池 和谷 内观五个学位 每个学位用大拇指按揉 每个学位按摩一分钟 两侧都要按到 提刚三分钟 身体阳气 防治疮 四季之中 冬季是藏的季节 冬天夜长这段 就是为了让阳气得到充分的避藏 这样来年春天才有足够的阳气生发 中意认为 经常提刚刚可以身体阳气 阳气的温许作用能使各个脏腑都能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除此之外 王泽民还介绍说老年人经常提刚刚还可以防治脱刚 治疮 尿瓶等疾病 做法 两腿分开与筋同宽 两手自然伸直放在大腿的两侧 全身放松自然一手肛门 一体一缩 做个两三分钟的提刚刚运动 第二 喝一杯水唤醒血液 郭希恒教授介绍 清晨的第一杯水非常重要 它可以唤醒你的身体 告诉你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人体在夜晚睡觉的时候 从尿 皮肤 呼吸中消耗了大量的水分 早晨起床后人体会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的状态 一个晚上人体流失的水分约有450毫升 晨起 喝水可以补充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 有的人喜欢早上起床后喝冰箱里的冰水 觉得这样最体神 其实 这么做是错的 因为此时肠胃都已排空 过冷或过烫的水度会刺激到肠胃 引起肠胃不适 起床后 应和雨室温相同的凉开水 天冷时可喝温开水 做法 建议大家在床头放一杯温水 怕冷掉的可以放暖瓶随喝随倒 也可以放个保温杯 上面十分钟的操作完之后 喝一杯温水 有需要早上起来服药的也可以顺便 把药吃了一举两得 第三 打开床头灯唤醒眼睛 如果上面两件是 留下来 水 水